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位知名女佑出场 眉光灯闪个不停 多多也结议跟大龟响 大方秀心甘 让宅男粉丝陷入疯狂 喷血指数获表 刚刚影片当中两位两个是本来的AV女佑 听说在现场很轰动 非常轰动 一个是号称AV界的林志玲 那一个是挑逗女王大龟响 那她们都在AV界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新闻有报 很多现场人士花了三万多块钱去投标 才竞标掉跟她相处三十分钟 但是我们的一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花钱 她居然可以报到两个AV女佑 可能全台湾就只有我报到 手感怎么样 她们股价都很小 然后胸部都很大 那感觉出来是真是假吗 可能要揉才知道 国外这个是很常办的吗 国外非常常办 在德国的话她们是情趣用品厂商找AV女佑来代言情趣用品 她们就直接在舞台上面试用给她们看 像这种内裤它其实就是下面会开个洞 那我们就叫做开档库 那常常大家笑说 其实这个就是做爱做的事情 所以我不用做裤子 那像开档的那种内裤 有没有卖的特别好 有 超好 这一类商品永远都不会有裤子 像这个包括了情趣内衣 还有情趣用品 在台湾一年的市场带有多少钱 都上亿啊 这个是男生用的按摩棒 搓到肛门里面啊 对 在国外他们有专门的前列腺按摩师 他用试用手 男生的高潮 大家都知道只有短短的八秒嘛 但是前列腺高潮可以一直持续下去 还有其他的吗 壁乳是什么东西 对啊那罐壁乳 喝的吗 男生用的 你如果喜欢还可以上点唇蜜 嘴唇哦 对他是嘴唇 然后他是很有弹性的 听说那个是美国大帝发明的 他是一个陆战队的 那个士兵发明的 因为他们沙漠行动的时候 去很干的地方 然后外国人他们自己来的时候 他是不喜欢甘蔗来的 他们都要有润滑 那都看到他们的同彩用机油在 机油 他都觉得不太卫生 所以他回来就发明了这个 美军的固定配备 发给军队 对